你们家这个料是重庆火锅底料 是自己炒的 很厉害 冬天的致敬就是吃一顿的 火锅 今天是来到了盛兴楼这个叫底锅 这个地儿非常有名 前面人都是做火锅食材的 在这个地方能吃到很多高端价格便宜的食材 所以跑到他家来吃 你看他这个锅挺特别的 咋看奔驰锅 奔驰锅 然后三个锅有三个底汤 有一个重庆牛油火锅底汤 然后有一个这个虾米紫菜底锅 然后还有一个人家好像是云南那边的 蘑菇汤锅 人家叫你 叫你先喝点汤补补 我也需要补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 你学习我补我还不知道 赶快多喝点 这个锅肥牛28块钱 下锅里吧也不说 你不像有一些肉你下到锅里以后就不见了 它这个一片就是一片 炒料吧 不用太多的语言 看模样吧 你也能看出来 这牛肉应该女儿吃 嫩滑 那是吃羊肉 鱼劲以后跟我两人死打 36块年一份的 内蒙炒四羊肉这么大锡 下去之后上来 还是说不说不说 喜锅这个牛肉和它这个喜锅羊肉 这是文哥相当给你推荐的 从分量价格到口感上 已经到了文哥大分的程度了 文哥跟你说 我的满分是五分 但是它这两分肉在火锅界当中 价格分量还有口感 打六分 没点意思吧 哎呀吃有点腻了 来吃个白菜吧 来人家这白菜可以省畅 说是老山那边的白菜 说是可以当水果的白菜 这个白菜渡了文哥大分的程度了 见很见的 这个对虾酱蘸它这个白菜一绝 喝口吧 来 也不知道给我碰个背 来吃个牡蛎补补 对 男人的加油站 这个就可以生吃 来来来 这是一个吃牡蛎的技巧 最新鲜的牡蛎 稍微挤上一点柠檬汁 然后一口把它吞下 可以生吃 我跟你说这只有在我们沿海地带的 饭馆火锅店你才能找到 它鞋得很干净 真鞋 这个鞋鱼肉是你绝对要点的 因为别的火锅店也好什么 它没有鞋的这个鞋腿肉 这个鞋腿肉这一盘五十八块钱吧 据说要用十六只螃蟹 人工才能拔出来 鞋腿肉就是鞋 人做鞋拔的就是不辣一样 可是不一样 而且不用自己拔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人家家吧 除了有这个虾花之外吧 还有一个虾虎花 不叫虾虎人家 人家叫皮皮虾 皮皮虾跟虾虎就压根不是一个东西 这就叫虾虎 交通半岛 老山这一带我们就叫虾虎 从小就叫虾虎 不是皮皮虾 皮皮虾的分别你很长 大家站个队啊 到底是皮皮虾还行啊 可不皮皮虾花 你看你开这个皮皮虾 今天那些娘们开的那个虾花 你看看真像的样啊 你看没有这个虾花 给我练一样的 真开十六 里面真有一只皮皮虾 真鲜 我今天觉得它所有的蘸料 单独蘸一个酒花价就很棒 从蘸羊肉开始蘸皮皮虾花也行 它家是配送这些火锅配料的 所以它自己家开的这种店 就叫一个什么门面体验店 它有很多客户 很可能就跑到这个店里 体验它的食材怎么样 然后就要去订货 所以说它家最好的食材 都在它家自己这个火锅店 那你明白吧 我觉得两个人点两盆肉 点个蝎子腿 点个虾虎花就很好 关键是得喝这个军锅汤 一定要喝 饭前一定要喝汤 那这个汤绝了 特别好喝 看没有啊 第十五不可以喝 你看你 你看你 别浪费 你看你 你是有醋了还是要歇的老板 我说两个人要